去不去三亚 我的时间还没规划好了 我一开始以为假期会有很久 我们4月6号就收假了 可能没时间去三亚了 我们就放假7天 说是要回去好好打排位 菜就多练 鬼知道只放7天 好好的队伍都是放1个月 我们放7天 回去重期世界赛 早点训练 都放假了谁和你们训练 给球赛队伍陪练呗 陪练看得上吗 有总比没有好啊 姐姐也4月6号回来吗 对啊 一起回来吧 今年三阵会有我吗 太夸张了 排不上号的 到处到处第二能排三阵吗 谁给我排这个三阵要被骂吧 MVP不是也才7个吗 7个 7个如果成绩好一点的话 感觉排个阵应该是排得上的 成绩太差了 如果赛季刚开始到现在一直全勤 然后能拿个10个以上 成绩再好一点或许能排上 我跟赵李杰为啥不跑 我跟他也没想到 这赛季 会打成这样啊 觉得再不计 进个G3应该是没问题的 我俩都高估自己了 想冲韩福第一的动力也没了 当进不了G3的那一刻 我就已经失去我所有的动力了 韩福第一快1800了 他现在这个可以不打了呀 他这个 每天打一把维护就够了 感觉他这一把 他这个输一把得够30分 韩福前十没啥用 韩福第一也没啥用 他说在你第二个号 这不是吗 123456第6名 找工作用 也不只是找工作吧 如果你是在 那个比赛期间 有这么高的rank分 其实打游戏会变得自信很多 我 rank对他等来说一直都是很简单的 他只要想上分针的随便上 姐姐要补直播吗 我不知道啊 可能不用 人家现在 让人家休息吧